后卫的位置 这个赛季也有损失 但是大家还是相信 南通在这个小组当中 有足够强的战力的 看看这球黄家强 黄家强去打了左后卫 右后卫是松浩宇来打 看看这球非常漂亮 打到门前 过于靠近门将 但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有一个树 上瘾 吹了一个 合理正常的身体对抗 这球黄松这是要找牌了 因为从这个动作上来说 是有泡芙的嫌疑在 打到进去 看看这边 到了进去里边 胡顶的位置有空档 呜呜 这条大门 这个节奏频率很快 投球再点 这是一个机会 看看这个球 这个出击非常及时 这个中场搭档 一起出场的次数 觉得随着比赛的深入 不会特别多 因为球员之间要有一个 轮换和调整 看看这球 罗素再调回来 这球给他漂亮 吐了一个小弧线 球有点转 左脚 看这脚球 打回来 他正好弹地的时候 是往回转的 看看这球 张野 还是找罗素 投球点回来 看看这个球 朱明星的大门 球进了 刚才说要注意 罗素的高度 这个战术是成功了 张野主罚定位球 去找罗素 罗素的高点 施小冬扑了一下 没有把球打远 直接球是到了 朱明星的脚下 比赛 黄聪 看看这边 脚后跟 磕回来 这个球进去里边 有机会 这条大门 球进了 下半时比赛 黄家强在进去里边 直接是觅到了机会 看这个球 其实后方线的位置 这一波 赵一博这个位置 应该是丢位置的 他想单挑这个 查加斯 难度还是挺大的 而且 配合非常连贯 看看这个球 能不能点出来 看看到了边 落到了 进去里边 这条大门 再来看看这个球 你看就是 中路得有活 中路得 打出一些现在的配合 才会出现 防守上的漏洞 所以说下半时的比赛 南通的这个进攻质量 摔倒在了进去里边 点球 黄松的突破 是制造了江西队 禁区里的犯规 你们来看看这个球 黄松的突破 王伯军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点球主罚手 助跑 大门 球进了 南通之云 这边是将比分反抽 黄帆还是给了张燕军 看看这球罗素 南通这边 还是下半时比赛 哎呦 这个球 裁判员我看见 还是稍微客气了一点 头是够硬的 飞玉 看看这边反身后 罗素回来了 克雷亚 第一下没拿 看看这边边路 传到进去里边 看看这个球 江自立的大门 球进了 男人这个球我们看 第一点 这次克雷亚是压住了 他没有提前启动 拿球之后 没人跟啊 这个球 拿完球之后 进去里边应该形成人定人 但是 这球又是赵一博没有跑啊 我单纯分析 这我个人分析 是裁判员看错 看看这球 进去里边 这条大门 哎呦 最后的机会 好的 裁判员吹响了 本场比赛结束的哨音